台泥水泥窑啟用之後 目前是承擔起花蓮地區垃圾去化工作 不過在04、03強震之後 蘇花公路下清水橋斷裂 雖然目前搶通 不過載運垃圾的重型卡車無法通行 民眾忙著清理家園 垃圾也超乎平時的垃圾量 讓堆滯場出現一座座垃圾山非常驚人 預計要到6月份蘇花公路完全通車 才可以恢復載運 垃圾堆滯場出現的一座座小山 都是無法運出焚燒的各種垃圾 04、03強震後蘇花公路毀損 原本花蓮要送往台泥和平場焚燒的垃圾 通通都滯留在堆滯場內 熱的話味道就會更重 如果說有風的話就會飄向我們這邊 那我們平常64公噸 在地震之後每天的成長 大概都到80幾公噸90公噸左右 那這個量在數字上看起來 好像並沒有增加很多 可是每天累積起來就不得了 原本台泥和平場一號窑 每天能處理200噸左右 來自花蓮各地的民生垃圾 由於蘇花公路下清水橋毀損後 暫時搶通的便橋只能通行小客車 運載垃圾的大型車無法通行 導致花蓮市垃圾堆滯場 垃圾山一座一座的長出來 我們希望月底前這個和平場的一號窑 可以恢復生產 因為我們是利用水泥窑生產修的高溫 來同時氣化花蓮垃圾 要啟動緊急應免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能夠站置的 有些公所這邊還有空間的 就還是盡量用站置的方式 那因為現在天氣炎熱 所以我們還是請公所 拜託公所這邊要加強消毒 那避免這個環境衛生 或者是意味來影響民眾 強震也導致台泥和平場一號要受損 目前初估五月底才能修復運轉 至於蘇花公路最快也要六月才能搶通 花蓮市目前只能每天消毒露天堆製的垃圾降低異位 同時也請縣府環保局協調 將部分垃圾轉往鳳林中區掩埋廠 降低花蓮垃圾堆製廠的壓力 記者許立芹花蓮報導